十年婚变!王彩画押王老公偷吃赖妹!他就在旁边看着!王民,女人最痛啊! 一手保闭红变全台湾的台湾版冰淇布王彩画,2008年嫁给曾为职业牛羊的黄品文,两人婚姻美满,育有二女,没想到近日却惊传婚变危机。 他被爆料,老公出轨和一名28岁女性有暧昧,且女方就是自家人公外女,消息曝光震惊娱乐圈。 据媒体报道,王彩画被爆料,老公黄品文和自家员工外女友暧昧,女方还在老公直播拍卖时,一起亮相过,有时她也在现场看,但两人互动密切,毫不在意,加上她最近和丈夫经常吵架,婚姻状况遥遥欲坠。 对此,她坦诚,最近确实因经营直播生意压力大,开销也大,另要兼顾演艺事业,夫妻确实有口角。 事后,王彩画被问到婚姻状况,大夫夫妻俩都快50岁,怎么可能婚变,也说知道外女是谁,目前公司正在转型,强调相信黄品文,证实该女是自家员工,目前担任老公的助理。 而丈夫也回应,外女负责产品和管理库存,双方确实会因公义起外叔和厂商洽谈,但夫妻俩都强调,爆料全是子虚乌有,希望外界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,低调否认传闻。 王彩画爆出婚变危机后,外女身份也遭起底,据悉女方拥有抱如好身材,外形出众,也曾参加模特大赛,属于外放型的赖妹。 他和黄品文的婚姻,十年来走过不少风雨,有传他曾被算命先断言,一生注定情观难过,当年义无反顾求嫁,婚前在神灵面前连制出六圣脚,才顺利嫁给老公。 48岁的王彩画和黄品文是圈内出了名的苦情佳偶,他16岁为了负担佳绩,到牛肉厂当主持人近十年,之后被诸葛亮相中出道,老公也是家中落难,只好当牛郎养家,花名为小宝在中南部红金一时, 曾创下一小时赏两千杯大酒,一杯一千,约二百万人,的记录,被业界封为鸭王,但不卖身,靠着对女人心料若指掌,成为红牌,直到遇见他才收山。